MOSS2024大學生Laptop計劃推出了 各位準大學生準備買Laptop升學的 這條影片我會為你分析下 在不同預算的情況下有什麼機器值得買 除了MOSS外外還有其他機器我都會推薦 首先看看今年在輕薄機上面的晶片表現 上面的晶片會是效能比較好的晶片 至於中間就是跟上代Laptop U系列的處理器晶片表現差不多 會比較慢 或者你會找到第12代13代Intel CPU的晶片 那些雖然是舊一點 但你現在可以很便宜的買到一部 如果預算有限的話可以考慮 但最底的兩個CPU就不太建議 因為日常用的話很窄 接著看Intel晶片 大腦的就是Intel Core Ultra 5 125H Core Ultra 7 155H 分別就是14Core和16Core 功耗28W 是效能比較好的晶片 下面U系列的處理器功耗比較低 所以會慢一點 至於AMD在差不多時間推出了他們最新的晶片 AMD Ryzen AI9 HX370 暫時比較少有機會有這張晶片 不過效能表現是挺不錯的 然後還有一堆Snapdragon X Elite晶片 表現也是不錯的 詳情可以看回我Copala Plus PC的影片 同樣這次我會針對在入大學需要買Laptop的人 我會列出不同的價位有什麼選擇 以及你可以用到那部機器做到什麼 到最後對於一些設計方法 例如做3D、Graphic Design、剪片 我會額外再推介一些適合你的Laptop 首先回答一些比較常問的問題 MacBook還是Windows機 簡單的答案就是你用到Mac就選Mac 因為輕薄機這個範疇 很多機都做不到MacBook Air給你的體驗 加上MacBook續航力會比較好 對於一些需要到處走又不想帶充電器的人 MacBook真的比較適合 不過要注意的就是MacBook Office 可能做出來的東西拿回Windows機可能會走位 這個也是用Mac最煩的地方 6000元以下價位 這個價位一律都是文書用居多 沒有了 再便宜一點的話就很慢 第一部GMK Tech GBook 它給你的是一個4K螢幕 整體體驗OK的 不過用的是第12代晶片 電量會比較差 第二部MSI Modern 14 它的機器挺帥氣 不過用的是上一代晶片 電量都是差一點的 只有39Wh 整體使用體驗都是一般般的 第三部 Del Vosho 這部比較重 都是用上一代晶片 不過就是官網的價格也挺便宜的 第四部 Lenovo IdeaPad Slim 3 這部是一部16吋機 16比10螢幕 還有Lumpad 不過就比較重 電量就不行的 還有造工都一般 第五部 Azer Aspire 5 這部是一部15吋機的選擇 這部的螢幕差一點 只有50% SRGB 色稅號一般 而且都是很重 第六部 HP15 同樣都是15吋機身 造工一般的 重 以及螢幕色水 都是比較差 在看下去之前 幫忙按下訂閱 按下旁邊的鈴鐺 順便訂閱我和Anson 搞一部BigBuy Podcast 有更多訂閱 我就可以 跟大家找到更多資源 去做 然後就到6000-8000 這個價位 這個價位開始買到 一些漂亮的螢幕 用來做基本文書 和簡單收拾照 都沒問題的電腦 第一部 Azer Swift Go 14 這部機有 2.8K IPS 承認幕 畫質表現比較好 插孔齊 1.3KG 都算不錯的 不過造工就一半 鍵盤觸控板都不好用 性質都是比較差 第二部 Azer Swift Lite 這部最好的就是 可以給你1KG以下的重量 不過 其他東西就應該一半 螢幕都是只有FHD 網上也找不到 關於這部機的review 第三部 HP11 Aero 13 這部是比較多人試過的 輕薄機 都是1KG以下 插孔齊 不過整體造工都是一半半 性質和電量都是一半 第四部 HP Preflame Plus 14 這部好的就是有 2.8K OLED 螢幕 造工不錯 插控都齊 不過電量和喇叭一半 螢幕會比較反光 鍵盤手感都一般 第五部 Lenovo IdeaPad Dual 5 雖然用上一代CPU 不過它是少有的2合1 設計 可以當電腦 可以當平板 都是比較輕 至於性質 電量等等 都不太好 它只是適合需要2合1 Windows平板的一些用戶 第六部 Dell Inspiron 14 這部效能挺好的 但電量不可以 亦都比較重 第七部 MacBook Air M2 這個價位你要最好的造工 最好的性質 還有續航力 你就一定是它 要注意的是 8GB 256L 它會影響到它整體的速度 如果你需要長期用 和比較多東西 又或者你要剪片 這部機器可能未必夠用 接著就到8000至10000價位 這個價位的機器整體表現不錯 第一部 ASUSWIFT 14 AI 它是價錢比較便宜的 Copalo Plus PC 續航力 散熱 風扇聲音 都是比Intel好 亦都支援WiFi 7 不過要注意的是 Snapdragon X Elite的晶片軟件支援 以及它是用IPS螢幕 不是OLED 第二部 ASUS Sandbook 14 OLED 這部整體造工比較好 亦都有2.8K OLED 螢幕 觸控板可以當Numpad用 機身輕薄 鍵盤和聲質都比較好 不過機身就很像指紋 亮度亦都不太理想 第三部 Lenovo Yoga 2-in-1 這部是可以反螢幕用筆 亦都有2.8K OLED 螢幕 二合一設計來說 它就重量一般般 第四部 Azer Swift Edge 這部16吋機 但是有超輕的機身 亦都有32GB RAM 不過機身造工就不太好 有些膠感太重 鍵盤造工都一般般 第五部 MINISFORUM V3 這部是三合一設計的一部電腦 即是你可以當平板 亦都可以當電腦 亦都可以當螢幕 這樣用 它有2K DCI Preview 100%螢幕 32GB RAM 不過造工和Kickstand都做得不太好 重量亦都不算特別好 之後到10,000至13,000 這個價位的機身 整體造工和體驗會更好 第一部Sandbook S13 OLED 這部機1KG以下有OLED螢幕 亦都比較輕薄 不過機身會比較熱 和聲質就一般 第二部 HP Spectre X360 它的整體評價基本上應該整張List中最高 造工好好的 鍵盤都很好用 亦都有2.8K OLED 螢幕 亦都可以反螢幕和用筆 不過它插孔就比較少 第三部 Lenovo Yoga Slim 7x 這部是Snapdragon X Elite 螢幕中 整體評價最高的那部 續航力和效能都不錯 而且它是OLED螢幕 第四部Surface Laptop 7 這部的造工 續航力 Track Pack 和聲質都很好 不過效能 遊戲表現就一般 還有它是IPS螢幕不是OLED 會差一點 第五部 MacBook Air M3 這部這個配置你可以用來撿照 和做多些東西都可以 它夠你用File Cut來剪片 基本製作這個配置都夠用 當然如果你專業製作的話 可能要買MacBook Pro 它的續航力很出色 而如果你要一部用得久的MacBook 這個Spec 都會比8256那部好一點 部機資源多一點 用得多東西的話 沒那麼容易打爆 還有變慢 還有一部值得推介的 就是Galaxy Book 4 Edge 都是Copala Plus PC 萬一左右價位 但是你也是有很輕的1.1kg的一部14寸電腦 給你做文書呀 商務用途 這部機造工不錯 亦都有2.8K OLED螢幕 性質都OK 是散熱和鍵盤差一點 基本上以輕薄機來看 如果你主要買來入大學做一下project 想裝作客出錢 帶來帶去用的話 我列出不同價位的一個Laptop list 基本上是價錢越貴的那些 整體使用就會更加好 你可以看預算再選一些適合你用的Laptop 但你也出去看看那部機 摸一下那部機才買會好一點 因為我有時覺得 我覺得好的地方 你未必覺得真的好 然後我想特意抽一部分出來說 如果你需要做一些專業工作 你要的不是上面的電腦 就要買一些貴一點 高效能一點的機款 我這次最主要針對需要做專業工作 例如3D 剪片等等需要的人 去買一些機器 年底我會推出多條 關於Gaming Laptop的總結 到時才專講Gaming Laptop 首先我覺得有件事 大家需要注意 就是你買得拿來做事的機器 最好都是有插槽 可以讓你升級RAM 市面上很多不適合這個條件 就被我篩走 其實選擇來選擇就選擇得下手 我想都是只有這些 至於這個範疇 雖然每個人都跟你說都是用Mac 是 你如果想有整體體驗好一點的話 續航力好一點 機身質量有平衡的話 用Mac是好一點的 但是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有錢 買M3 Pro M3 Max MacBook Pro 第一部 DELL G16 這部機的效能和生意很好 螢幕亦可以去到DCi Preview 100% 整體體驗都不錯 不過超重超大部 還有有軟件問題 電量都很差 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拍過的那條評測片 第二部 Predator Helios Leo 16 這部機的效能和整體體驗是不錯的 螢幕亦有DCi Preview 100% 死穴都比較重 還有打字手感一般 還有我朋友試過這部機的軟件都是偶爾會有藍畫面 第三部 MacBook Pro 14 這部機的配置適合你剪片 或者media相關的工作 它的整體造工 續航力 效能都很好 它都有高側的mini LED 螢幕 但記住它沒有升級RAM和SSD 一出廠就要選擇配置 將來要換是要整部機的 至於什麼是簡單配置 每個個案都不同 你真的有興趣 想買的話 你就再留言告訴我 或者用不同方法再問我 我再跟你解釋 第四部 MSI Creator Z16 HX Studio 這部機有升級RAM和SSD 整體配置和效能都不錯 它有DCi Preview 100% 不過就是IPS Display 機身亦會比較重 第五部 ASUS PRO ART STUDIO BOOK 16 OLED 這部機我之前試過 效能到位 造工亦都到位 亦都有OLED螢幕 不過有很多地方我是不喜歡的 螢幕的亮度 防反光的COATING 性質等等 最後一部Lenovo Legion 7i 它都是一部整體造工 效能表現不錯的一部機 不過都是在使用IPS螢幕 鍵盤重量和續航力都沒那麼好 今次大致上就說了這期大學生選購Laptop有什麼選擇 如果你對選購哪一部Laptop還有困難的話 歡迎留言 IGDM 或者入我的Discord Channel 會有不止一個人 跟你一起想想選擇什麼機號 我就盡量回覆 因為單一個人就回到手軟 記得看我關於Laptop的選購 以及二手買賣Laptop的影片 我是Wallace 下次見 拜拜